好的 各位觀眾 繼續帶來關心衛福部長陳時中 昨天正式接受了民進黨的提名 將來投入台北市長的選戰 不過今天上午9點27分 陳時中以這個部長的身份 來到行政院出席行政院會 最主要的內容還是報告這個長照2點0的部分 根據了點呢 陳時中將會在會後向行政院長孫昌 來提出請辭 正式卸下兩年防疫指揮官的重擔 來投入選戰 因此今天呢 也是陳時中以部長的身份 最後一次來出席行政院會 不過根據了解呢 就在陳時中請辭之後 也代表台北市撒卡都的局面 是正式來成行了 從過去往年三屆的台北市長選戰裡頭 來進行分析 發現了在中間選民的部分 其實是影響撒卡都的決勝關鍵點 因為根據在2018年台北市長選戰的部分 柯文哲當時以無黨籍的身份來參戰 以選票四成一的支持度部分 來贏得台北市長的選戰 勝過於當時國民黨推出的丁守中 以及民進黨推出的姚文志 另外在2014年在台北市長選戰的部分 其實當時柯文哲也是以無黨的身份來參戰 當時也是勝過國民黨推出的這個連勝文 目前就在陳時中宣布來投入台北市長的選戰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撒卡都的局面正式成型 大家也非常的關注 不過目前現在最新的民調也曝光了 外副部長陳時中的支持度 目前是來到25.8 大勝於國民黨的蔣萬安21.8 贏過四個百分點的部分 但是呢在看好都的部分 則是蔣萬安領先陳時中 不過這差距並不大 大約是在兩到三個百分點之間 目前陳時中正式投入選戰 接下來撒卡都的局面如何發展 值得外界持續關注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今天情形 先進頭交換棚內